前TVB藝人陳英美9月12日在香港京中某商場出席意大利文化节节目仪式 陳英美透露对意大利情有独钟 在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及和陈豪结婚五周年时都是去意大利旅行的 明年结婚七周年也想再和老公以及三个孩子去当地浪漫一下 是的 因为我们生了孩子之后第一个旅行是去意大利的 我们去了威尼斯和米兰 太喜欢了 而且意大利真的太大了 我们第二年就选择了去Florence和Roma 很浪漫 威尼斯都已经出名是很浪漫的了 但是我猜不到Florence和Roma 她们是出名的在museum 藝術和建筑 但是你都会觉得走在她们的那么有历史的路 我可以这样说 历史的路你都会觉得很浪漫 而且每一张照片你拍出来都是很美的 另外 陳英美表示每年都会和孩子们去一个旅行 然后再和老公去一个旅行 因为即使当了爸妈 夫妻之间的二人世界也很重要 我们会尽量我们会保持着每一年 一次就是我所谓讲是一个romantic trip 只有我和阿Mo 另一个trip就是family trip 同小朋友的 因为我们觉得每一个家都有两个relationship 一个就是两公婆 第二个就是同小朋友 I think happy marriage means also happy family and happy kids 所以我觉得两公婆的relationship是很重要的 如何去保持那个love和passion 我觉得是真的要有时是要撇起那些小朋友 因为那些小朋友平时我们照顾他们都很忙 我经常说笑话 平时我们出街都不能牽对方的手 因为我们有三个 经常都是只牽着那些小朋友的手 为了使我们出街上这个romantic trip的时候 就真的可以focus对方 真的可以牽着对方的手 母方全美 香港报道